如果说到本赛季,最让人失望的球队,有那几支,那么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,会是这么几支,尼克斯,公牛这俩代表,尤其是公牛,在去年夏天大手笔,先是从热火手中,成功地抢来维德,然后牵下龙多和巴特勒,组成了联盟星三巨头,可惜的是就这样,一个三巨头,并没有打出良好的战绩,毫不夸张地说,如果不是骑士,在赛季末,用了阴谋公牛, 甚至连竞技后赛的资格,都没有,所以在被绿军淘汰的,那一刻起公牛,就已经开始了,他们的重建之路,公牛如果重建,那么他们首先要做的,就是对维德的处理,我们大家都知道,维德下赛季价值的薪税是380万美元,要知道这可是一大笔钱,而且公牛认为维德,已经老了不可能为球队带来。